观众朋友好 今天是美东时间8月23号 星期三 欢迎您收看希望之声TV 新闻速递 我是亭芳 首先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 李文生前被好声音节目组霸凌事件逐渐发酵升级 在众多明星都发声力挺李文之后 终于有品牌和节目也开始表态了 周华健也传出退出该节目 浙江卫视又称蓝台 科迪牛奶公开发布视频 称最近一直在关注李文 并喊出口号抵制蓝台从我做起 获得了不少网友支持 吉林省长春市城市生活广播先锋1063发布声明 宣布永不合作中国好声音 还特地盖上了公章 据悉该广播虽然是地方广播 但影响力也不小 此外 有网友发现新一季的好声音导师表 已经没有周华健的头像了 周华健疑似退出了节目录制 主持人乐嘉也站出来为李文发声 称真相常常很久都不会出现 但总有一天会被揭晓 20日 歌手韩红发微博说 我期待上级主管部门的调查和未来对此类事件的规范 作为Coco的好朋友 我认为他是一个善良诚实的人 我信任他 也心疼他 无论如何 希望Coco已放下所有的悲伤和痛苦 从一切纷扰中解脱 依然像当年我认识他时那样快乐迷人 Coco你安心 而此前和李文合作舞台的训言王泽鹏 也终于发声揭开李文舞台事故的内幕 他说从彩排到录制的三天时间里 和李文同台彩排只有一次 第二次彩排的时候 节目组只通知了王泽鹏 没有通知李文 虽然王泽鹏在聊天软件告诉李文彩排的消息 但是节目组没有安排 李文就不能到场 录制节目当天 王泽鹏手机被没收 所有李文安排的舞台细节他都没有收到 工作人员也从未告诉他需要配合李文走位 所以录制的时候 王泽鹏只能按照原计划进行 直到唱完转头才发现李文坐在地上 事后王泽鹏和李文解释 他事先并不知情 手机还被收走了 没看到消息 李文还发信息安慰他 直言是节目有黑幕 他们已经规定想赢的人 并称导演是故意整自己 王泽鹏表示 没有第一时间站出来发声 的确是害怕 但现在决定出来把事情说清楚 好声音这些年的黑幕争议一直都有 只是节目没啥热度了 靠吃老本办了一季又一季 也出现了颠覆大家三观的操作 如今李文这件事只能说明节目组这么多年没有反思 还变本加厉 而浙江卫视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些年闹出的风波不断 李文录音曝光后 有不少参加过浙江卫视节目的人出面爆料 有的参加浙江台举办的模特比赛活动 结果被要求前规则 有的爆料好声音不准学员提李文的名字 深圳卫视还报道了李文控诉赛制不公平的新闻 著名喜剧演员陈佩思则说 中国好声音评委表演得真好 节目请这哥几个真请对了 他们做的跟真的一样一样 他们互相之间那种默契 这秀做的就是到位 网友们起底该节目副导演谢黎的家世背景是红三代 不是普通人能撼动的 所以态度才会如此势力傲慢 谢黎的爷爷疑似是上海制片厂第一任厂长 而中国好声音的制片公司灿星制作 谢黎家更是股东之一 在上海拥有的房产有一条街那么多 听说在英国还有城堡 在节目中 谢黎虽然是副导演 总导演是金磊 在很多方面都会请示谢黎 要由她拍板才能做下一步工作 还有曾参加过中国好声音的选手控诉 与谢黎面谈她总是一副傲慢又目中无人的态度 而且面谈时还要先没收手机 网友说 这样的信息能爆出来挺有意思 如此所谓有背景的一个共匪家庭 很可能已经不受习近平的待见和保护了 那就放进绞肉机里搅一搅 转移一下人矿们的怨气吧 中国好声音母公司星光华文股价近两个交易日累计跌幅高达47% 市值蒸发达200亿港元 中国好声音2022豆瓣评分已经降到2.4分 评论区愤怒声讨排山倒海 网友说 这次真的是李文用生命打败了资本和权利 还是如有的网友质疑 这是高层要整顿娱乐传媒界 拿中国好声音来开刀呢 刀狼的新曲《罗刹海事》不仅大火 在涨粉界也是天花板 短短5天时间疯狂涨粉500万 这速度几乎无人能及 16日 刀狼正式入驻抖音平台 但并未大张旗鼓地宣传 这和他的新专辑《山歌料斋》最初问世方式可以说是同样的低调 不过《山歌料斋》问世后 不出10天就火遍华人圈 播放量超过300万 刀狼新专辑最热门的歌曲《罗刹海事》是新专辑的热点 长期霸占了QQ音乐新歌榜 热歌榜 流行指数榜 腾讯音乐榜等榜单的首位 刀狼的抖音账号没有更新任何一条短视频 仅有原创音乐人黄威标签 IP位置显示为江苏 年龄52岁 目前账号仍是零赞 零关注 头像使用的是一张黑白儿童照片 刀狼原定10月份举行的32场巡回演唱会 本来已经官宣 但突然宣布被全部取消 据说给出的原因是技术原因 外界质疑 是不是开始秋后算账了 中共终于回过神来了 有人猜测刀狼演唱会被迫取消 或因罗刹海事被过度解读 得罪了人 刀狼重回舞台演唱会突然取消 让粉丝们大失所望 有网友说 取消是正常 不取消就不正常了 我也希望刀狼不要接受央视春晚的邀请 否则 刀狼死定了 还有人说 中共什么都管 如果刀狼唱红歌就一样了 但这也是好事情 歌谈大红大紫的刀狼 现在全球都有人关注它 让外国更多人知道共产党压制人民的自由 独裁就是这么专制 想自由就是灭共 观众朋友 您对此事怎么看的呢 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谈谈您对此事的看法 热带风暴卡努本月稍早登陆朝鲜 自然灾害在这个孤立的国家可能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 因为薄弱的基础设施 以及广泛的森林砍伐 增加了遭遇洪灾时的脆弱性 据朝鲜官媒报道 因提防受损和排水系统不完善 导致海水淹没了超过560公顷土地 其中包括重要的稻田 朝鲜官媒的影像显示 金正恩站在南浦地区水深及西的淹没稻田里 朝鲜中央通信社报道指出 金正恩严厉指责高级官员非常不负责任 待乎职守 金正恩表示最近的损害不是自然灾害造成的苦难 而是有手好险者不负责任导致的人为灾难 他还特别点出内阁总理未能防止灾损 金正恩说 总理到场巡视了一两次 态度如旁观者 上周五 朝鲜官媒发布一批金正恩在江源道安边郡一带稻田巡视照片 多张照片都可见总理金德逊身影 两人时有交谈 金正恩并无怪罪之意 不料短短几天后 金德逊就成了标靶 作家崔承浩调侃道 你被司令官圈粉了吗 全球都在赞 网友们则议论说 看到最高司令官这么卖力的演戏 我就想笑 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亲自上阵 三胖至少有在现场的照片 中共马上要屏蔽三胖的新闻了 22日 有网友爆料 近来老虎们有点忙 无锡市委副书记蒋洪亮跳楼 青海省海西蒙古藏族自治州政法委书记金海宁跳楼 广西省宜州市委书记黄平泉跳楼 天津市金南区书记李国文跳楼 河北省新龙县国土局书记局长于慧田在北京跳楼 内蒙古阿荣旗六合书记跳楼 山东省德州市副市长黄金忠从十楼俯身跳下 却落在九楼天井 难求死而摔伤 提醒各地想跳楼的老虎们 中纪委已经到了河南 高层顶楼有点拥挤 请自觉排队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副院长藏运金今天早上在东院十六楼跳楼身亡 同天网传网易新闻的一个消息 写着 打响第一枪公务员事业编和国企降低退休金 势在必行 网友们议论说 估计是真没钱 连奴才群体也喂不饱了 习地很有可能完成终结中共暴政与壮举 有人则说 别急 等扣到警察 军队薪资才是真的倒台了 央视今日说法称 吉林电信向缅甸诈骗集团提供8000多万个电话号码 报道的公安部督查916电信诈骗黑灰产大案 揭露犯罪分子和中国电信的内鬼勾搭 从福建 河南 吉林 江苏等分公司内部 获取海量手机号码 直接在电信机房注册虚假微信 卖给境外电信诈骗集团 网友们气愤地说 一点也没冤枉 电信诈骗被实锤 当中国人必须实名注册电话号码时 电信竟然如此胆大妄为 实名制的优势不就体现出来了吗 其他国家的政府哪能卖出这么完整的数据 中共才是最大老板 最近台北市市长柯文哲被中国留学生提问两岸政策 我们一起来听听视频录音 柯市长好 我是一个来自大陆的留学生 我想问您现阶段您的两岸政策还包括两岸一家亲吗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您作为中华民国总统的参选人 您是否认为中华民国包括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 两岸一家亲是这样 我还是主上一家亲比一家丑好 交流比断流好 然后会话比吵架好 所以我觉得这样 两边你知道 最重要是台湾跟大陆你知道 基本上我们还是同文同中 有相同的历史语言 宗教文化 今天只是因为政治制度跟什么方式的不同 所以并没有理由说完全不来往 你是大陆来的 你只会问我中华民国有没有包括大陆地区 因为我日为包括 我确定你回得去中国吗 有人认为政治不重要 柯市长知道留学生问了个问题 就可能回不去中国 同源同种有用吗 还有人则认为 他马上就被共匪认定是间谍了 从土耳其到台湾发展和定居的一人无缝 近日带着七小返乡顺道旅游 21号 他在脸书透露 当他准备搭机飞网维也纳时 海关工作人员看到他的土耳其护照 表示需要签证 否则无法登机 而当他秀出中华民国护照时 对方立马放行 让他开心直呼 爱死台湾 今年42岁的吴凤 16年前从土耳其来台湾求学 毕业后留在台湾发展并定居 2015年 与台湾太太陈锦玉结婚后 生下两个女儿 一家四口幸福满意 兼节目主持人 演员和作家的吴凤 2012年 凭借三立都会台节目《爱王客》 夺得第47届金钟奖行脚节目主持人奖 是当时台湾首位拿下电视金钟奖的外国人 2018年3月 他以外籍高级专业人才规划 取得身份证 获得中华民国国籍 成为半个台湾人 近日吴凤带着七小返回土耳其探亲并顺道旅游 正在旅途的他 21日在脸书透露 准备搭机飞往维也纳时 海关人员看到他的土耳其护照后表示 这个护照需要签证或者是奥地利的居留证 不然无法登机 这时 他立刻出示中华民国护照 对方回答说 台湾人去奥地利不需要签证 这番经历让吴凤开心直呼 好爽 爱死你了台湾 身为台湾女婿的吴凤 一直不吝表达对台湾的热爱 之前他分享自己的旅游小习惯说 每当他离开饭店时 都会留下纸条感谢房屋人员 并写下来自台湾的字样 暖心举动让网友纷纷大赞 好棒的国民外交 以你为荣 也表示 台湾护照真的好用 实在是好转 好方便 今天的新闻速递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亭芳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